公子现身机场 一路并肩同行有说有笑 过马路时 陈坤搂住周迅的肩膀 一副护他周全的模样 网友纷纷表示被填道 原来不止爱情可以虐狗 这把友情堂我先刻为敬了 这组同矿照 把陈坤周迅这段老友 再次提上热搜 头条军也是时候 17年前合作 项悟项羽右向方详史之后 后援会会长 虽然周迅没有 挑起宣传总监的工作 看到迅哥的街拍 驻足打扩 路过迅哥的广告牌 银尸凝望 网友晒出唱花同款照 也没提出 男坤女迅称号 他俩携手盖章 每逢周迅生日 陈坤都不忘花式送祝福 今年用俩人的绯闻庆生 明年放九宫阁美图喊话 小迅每一天都幸福 你坤你迅这边 在微博上互挺互帮 那边戏里搭档戏外同框 项悟项羽右向风中 他俩是放浪少年和忧郁罗莉 到了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成了知青配山村少女 在画皮里 有联手上演了一出 人妖虐恋 生活中 陈坤与周迅的兄妹家玩伴属性 也相当有爱 吃饭逛街旅游一路同行 坤哥还特地告诉拍到他俩说评的记者 我们是死党 是因为我每个房子都跟小迅 都是很近的 所以我去他家的穿着拖鞋 短裤就去了 我们永远住在 楼上楼下 你明白吗 就是他有这个环境所带的 亲密程度的熟络 但是我的心呢 因为 跟小迅很近 我是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的 虽然周迅比成坤年长 但兄长力Max的坤哥 一直把我们眼里气度非凡的周公子 看作他的软妹子 但小迅是一个心里柔软的人 徒步西藏 要把妹妹捧在手心 遇到网络黑暂 也能公开护妹 而周迅说起陈坤 也是兄妹情深